4月17日是著名主持人尼格玛提的生日,另一位美女住持王冠,在社交平台发文向她送祝福,王冠刷出自己与尼格玛提的合照,配文道,我们认识太久了,交情太深了,你懂的? 做最舒服的自己,给你最真的祝福 提起王冠,相信很多人并不陌生,因为王冠主持的《向幸福出发》,五出我人声,都曾受到观众的喜爱 除了主持人身份,王冠还是一位演员,在他18岁的时候,曾出演过一部中韩合拍的电影《非天舞》,后来,王冠还和景博然搭档出演了偶像剧《青春进行》时,渐渐成为了主持和影视双线开花的明星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,王冠并并不是杨市的正式员工 当年王冠是东方卫视的当家花旦 因为表现突出被杨市借掉过去 与李勇达当主持在《幸福出发》,也和你格玛提合作过 王冠很有观众缘,主持的节目深受观众喜爱 很多人以为王冠会长久留在央视 没想到,王冠被传出,欲以婚男士交往,破坏他人婚姻的丑闻 王冠激励澄清此事 小三一说,也确实没什么有力的实锤 但这些负面心们还是深深影响到了他 王冠渐渐从央视组织舞台消失了 自此以后,王冠逐渐销声密集 他的名字在主持节逐昙花一现 但索性他还是有一定人气的 他开始朝网绒转型 活跃于自己的社交平台 分享日常,带货赚钱 虽不如当主持人时那么光鲜 但依旧活得很滋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